它的售價非常的高 假如這個是一克的時候 大概是台幣100萬以上 所以這個是比黃金 比鑽石還要貴的 拿出這一小罐瓶子 行政院實安辦主任徐甫當場舉例 西布特羅光一克就要100萬 沒聽過有人用西布特羅餵豬 因為吃一口就沒了 大概不會用這個 這麼昂貴的東西來餵豬吃 那這是台湯沒有經濟動機 西布特羅它其實在去年度輸入的 不到半公克的量 去年的進口量更是低到不行 但到底西布特羅怎麼沾染到台糖豬肉 中央發現台灣僅一家廠商有進口西布特羅 而且是作為檢驗分析用的標準品 全代二十間實驗室在使用 地方衛生局十間 民間實驗室十間 政府將繼續追查 是否有污染到農業系統 那我們也已經協同食品警察 在跟我們做這些確診的工作當中 在它的飼料裡面有添加 西布特羅已經受體豬的時候 那應該同一批的所有的豬肉產品 都應該會被檢測出來 不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那不是系統性的問題 它是一個單一樣本的一個 檢體的問題 政府也不排除有可能豬肉樣品 在實驗室沾染到西布特羅 因為衛福部全台抽驗337件肉品 只有台中提供的檢體有問題 我們可以請台中食安處提供這樣子的資料 就是說對於西布特羅他們之前使用 他最後一批配置的時候是什麼時間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你是廠商 你被罰 你會不會服氣 如果要做處分 應該要有更紮實的證據 政府強調會盡快召集專家開會討論 但就快過年 家家戶戶都會購買豬肉 相關單位得好好調查 才能讓國人吃得安心 歡迎新聞 吳智仁宋駒李定強 台北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